妻子谈肤色变 刚一生下来就开始制定计划 对 游泳有了几次出过 就把水温降得很低 成功丈夫真的太可怕 你要批准她的胆伤 她的体伤 她的得伤 她的食伤 她真的看得我很心伤 我们一直喊要救救孩子 我今天说我们应该救救父母 儿子三十有余 母亲为何不放手 你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母亲 离途知返 蛊惑在破茧玉重出 父母整天不关心她 她多么的可怜呐 大声说出来 精彩马上呈现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永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重庆卫视 为您推出的大型心理交流沟通节目 大声说出来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尽情宣泄情感 尽情表达观点 尽情抒发情感的这么一个舞台 也许在生活当中 不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是在这里 我想提醒大家 沉默不在世纪 好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著名的情感作家曾子航先生 著名心理专家周晓鹏小姐 著名实际人李懿先生 他们三位通常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基于我们的倾诉人 或者基于我们所有人 他们自己的最好的观点 今天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今天将要看到一个怎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将会听到怎样的心声 我们今天将会见到怎样的一位倾诉人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倾诉短片 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妈妈 我儿子今年还不到五岁 但他爸爸给他的教育方式非常的残酷 大冬天的 让孩子脱光衣服 在雪地里面裸跑这种事情 他都能干得出来 零下十三度裸跑 寒冬街头独自卖报 大丰天的帆船试驾 旅家学里攀爬富士山 裸跑地多多这些惊人之举 一次次挑战世人心跳 更纠痛母亲的心 这就是多多爸爸给多多制定的日程表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钟 就每天都排的满满的 排的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 他才四岁大 我觉得特别辛苦 寒冬很羞 寒冬 没想出此苦寒来 宝剑风中魔力处 遇不住不成奇 我和多多爸爸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不希望他成为什么天才 什么神童啊 我就希望他能够跟普通小孩一样 尖尖看他快快乐乐地成长 你妈一听了 就这个样子 我懒得你 要怎么你怎么你 像这样的争吵 何佳每天都要上演好几场 对于多多的教育问题 两人观点完全相悖 我们从来没有为别的事情吵架架 更没有为别的事情闹过命 都是为了小孩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该不该带儿子 离开这个可怕的父亲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夫妻二人闹矛盾 这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因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和方式的不同 导致夫妻之间闹着要离婚 这是为哪一桩呢 到底该不该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 下面的这位倾诉人 欢迎 和龙慧35岁 来自江苏南京 你好 欢迎 你好 现在真的闹得要离婚的地步了吗 是啊 我觉得跟大家教育孩子嘛 就是产生很多的 因为它太严格了 让我不能承受 其实我们多多一剩下来的时候 就它就制定了一些这种 比较苛刻的一些计划嘛 刚一生下来就开始制定计划 对 那比方说孩子刚刚出生 比如说游泳啊 游泳就游了几次之后 就把水温降得很低 下去之后孩子就会叫发抖了 那不是长孩子呢 对啊 所以这方面我们产生很多的这个分歧 这是一个怎样的爸爸 我想把孩子他爸请上来可以吗 好 我们掌声欢迎 来 游先生 您好 总长好 好 您好 您好 来 大家好 我是暂时站在中间 这身份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希望 如果你们之间仍然在很多问题上 有分歧 有矛盾的话 我可以作为一堵墙 或者是作为一个纽带 刚才那些日程表都是给孩子制定的 必须去完成啊 百分之九十八 除了偶发事件之外 反正我主要是对孩子进行一个食伤的一个训练 不仅仅是一个智伤方面 那么从体力上面 体伤方面 力伤方面 胆伤方面 得伤方面 整个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训练 我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边 我真的是 我很心痛的 说实话 你刚才在你的 你一旦提到了你要钓鱼 陪你她的胆伤 她的体伤 她的德伤 她的食伤 但真的看着我很心伤 你知道吗 我看到一个关于您的资料 您是家房礼品方面的企业家 谈不上 企业家吧 进行一个中小规模的一个企业 我还说的是企业家说温柔了 我们原案写的是家房礼品企业大王 这个谈不上 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 你自己的成功 你特别想你的儿子也能够延续你的成功 甚至还要超越你的成功 其实我不希望她未来能够继承这家企业 或者是重则我的路 其实实际上我认为社会上所有的成功的人 不论是企业家也好 还是作家也好 还是学者也好 他都是经过自己的自身的刻苦的这种努力 才能够达到这个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个前端 就是你这么小 就让孩子受到这么严酷的训练 你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 换句话说孩子进行这些训练他快乐吗 我觉得这个在孩子在0岁到12岁之前 那么我的理解是不需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其实就是有独立的精神培胎 3岁开始就有自主的意识 你说12岁之前可以不尊重他的意志 其实是对孩子最大的戕害 而且你所有的训练计划 我作为一个旁人 没有看到一个父亲对儿子 看到一个教练员 好像要培养一个国家艺术运动员 就让他到奥运会拿金牌 你知道吗 我甚至有点怀疑 你是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从生理上来讲应该是 基本上他做出来的一些东西 都过于 都过于我不能接受 其实我对他妈妈这种 这种可以说过度的关注孩子 厉害孩子 我是持着这种坚持的 您为什么说他是过度厉害 从南京飞到重庆的飞机场上面 那么我跟孩子讲 我说你呢就从看机场登机信息 然后到换登机牌 然后过安检 然后自己登机 然后上飞机找座位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跟他发声 他的意思要跟他一样做也行 那么孩子在五米之外 那你 我们在五米之后 我说那这个就要怎么锻炼呢 我说 我说我们今天就坐在这个地方 让他过个十五分钟 我们再往里面走 我说我能看到他 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可是他就不肯 孩子已经很远了 应该不至五米远的 就很长 我的视线都看不到他了 我就看到他在那里 一直回头 我看嘛 因为看不到父母 他肯定会紧张啊什么的 因为那里面都是人 但是我也很紧张 这样的我觉得 对孩子这种心理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孩子 从小就生活在这种阴影下 孩子能快乐吗 今天上午 孩子点了一个操手 那结果呢 他炖给他三个碗 就是孩子是吃第三个碗的 第一个碗就是下环之后 然后拨两个 然后拨到第二个碗里面 然后再拨两个 再到第三个碗里面 他一击一击过度 为什么一击一击过度呢 他为了让孩子吃得不烫住 平时我们在家都用小碗吃惯了嘛 然后那个就是老板就拿了一个小碗过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拿一个小碗过来 所以我又随手拿了一个小碗过来 我就想着把红顿拨开一点 一个量的快一点 然后小孩说 妈妈你来给我拨 你来给我 他妈妈就像个龙龄一样 就给他拨过来 我实在是真是看不下去了 夫妻之间各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不同 孩子自己怎么看 尽管只有四岁 我相信他会有自己的感受 我想这个事 我们把我们第三位倾诉人 多多请上来 来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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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喊我干嘛 我们俩还没打招呼呢 为什么要打龙叔叔呢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多多 今年贵更啊 哦 今年几岁啊 四岁半 哎呀 天呐 都四岁半了 读几年级啊 二年级 我不相信 哪有四岁的小朋友读四 读二年级的呀 为我妈 二加二等于几 四 四加四等于几 八 八乘八等于几 十四 你爸爸他要求让你冬天 洗冷水澡 我觉得想起来我就觉得冷 你不觉得冷吗 跟我说 悄悄地跟我讲 这个冬天洗澡冷不冷 冷啊 有多冷啊 哪冷 哪冷 脚直冷 哎 你洗冷水澡的时候 你怪不怪爸爸 乖 然后我再问一下啊 爸爸还让你去卖爆来着 你们觉得卖爆好玩吗 不 好玩 有时候啊 这个家长对孩子呢 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放在手下又怕灰了 可是这边 来 这两个家长 反而让我看到是不一样的爸爸 你刚刚在跟多多一直在沟通的时候 爸爸你看 暂时钉字脚 一直这个样子 第一像他表演的唱歌一样 第二 他的眼神基本上没有看过孩子 我在想 父母真的需要对孩子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 只有关注 你可以给他更多的限定的东西 但是你自己去看待孩子 给他关注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给他的爱 但是好像你们并没有给予 而且孩子一上台 包括到现在 没有靠近你 只跟妈妈在一起 他第一个人打的是我耶 对 他跟你在那亲热 你们俩还不熟 平生第一次见面 所以啊 这就是刚才我质疑这个何先生的地方 就是 你可能给孩子很多的知识 给孩子很多的技能 我相信这个孩子可能五岁就要破世界纪录了 十岁就要在奥运会拿冠军了 十五岁就要进中国科技大少年班了 但是他内心快乐吗 你快乐吗 请告诉我 快不快乐 不快乐 好嘛 其实我觉得看看孩子的表情 看看孩子上场的这一系列 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你们大家看快乐不快乐 如果是不快乐的孩子 被禁锢的孩子 他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模样 爸爸我否定您一下 您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您可以在工作当中有您的理性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在您的生活当中 您有时候过于的理性 反而导致您真的不能跟家人 从内心走在一起 这也是孩子上台来 没有跟你黏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 孩子对我的自从 现在对我 对我的排斥也好 还是反感也好 说是未来 说是恨我也好 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 他站在这里 他表情上很快乐 可是他在大喊他不快乐 像这样的两头 非常极端的父母的行为模式 我都真的怀疑 他是否已经给小孩子的性格 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倾向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现在对这个 鹰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是为什么 他对孩子的教育如此的严苛 我想问问 当年你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是不是也像你教育你儿子这样 是这样子的 你看 但是不是我父母 是当时因为 我家的一个历史原因 我从小就是被寄养在 我的一个亲戚家里面 那么每一天要求我写一张大字 每一天要跑 那个四百米的跑 要跑个一圈两圈 早晨六点钟 每一天要打一个小时的算盘 每一天要画一幅画 那么这个呢 给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 一个压力 但是呢就是 当时我对这个家庭是非常的 非常的恨 但是呢 当我走上社会的时候 尤其是离开学校 经营经商的时候 做企业的时候 我猛然发现 这个家庭所给予我的一切 所以说我对现在这个家庭 内心中间 充满了这种感激 每一年我都要去看他们 每一年都要去看 我对何先生这个 这个我真的现在非常的质疑你 这个照理说 您在商业上获得如此的成功 被称为什么大王来着 家房品 家房品的大王 怎么可能 那些东西对你的商业的 这个成功是有用的 对是非常的有用 才感恩 没用就不感恩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就是 你被洗脑了 你被你那家亲戚人给洗脑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跟你讲 那种教育方式 我不探讨是正确还是错误 但其实肯定是错误 在你的潜意识里头 植下了一种恨的基因 您可以站在您的角度去理解 但是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保健风筹 魔力出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任何一个事业上 能够走向成功的人 我觉得都是什么 都是经过风霜 没花相似 这是任何任何的 但是何先生 我纠正你的一个观点 你刚才说 所有成功的人士 都来自于刻苦和努力 这个非常正确 但有一个前提是 这种刻苦和努力 是来自自己 而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们的中国父母 在教育中 一直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就是从小对孩子的灌输 就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考第一 你应该上北大 你应该不能早恋 你必须30岁要结婚 我们所有的人生 都是生活在应该和必须当中 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孩子 你喜欢什么 你快乐吗 结果造成我们的孩子 一直是在父母的这种 催逼下长大 等他们成了父母 又继续去强加自己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育 其实是非常失败的 我们一直喊要救救孩子 我今天说 我们应该救救父母 您觉得您尊重您的妻子吗 没有尊重我的妻子 那么我们的孩子 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觉得作为我们夫妻双方 那么对于孩子的教育 那么有分歧 那么分歧的最终的这种结果 那么我们在分歧中间 然后达成某种一致 何先生 我在谈您尊重您的妻子吗 并没有谈 您怎么尊重您的妻子 要求您的妻子 照顾您的孩子 夫妻之间 要有夫妻之间的感情 和跟孩子的感情 是两码事情 我想问的是 您爱您的妻子吗 您对她怎么样 我觉得我对她很好 那我问一下做妻子的 你觉得在跟老公的相处上 你觉得你们爱吗 其实她很爱我的 大人们暂时休战 其实我们唇枪舌尖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这娃娃吗 我想现在我来关心一下 下一代 你刚才我们在这论得欢 不管观点如何 反正这娃娃是自己玩自己的 我听编导姐姐讲 你还会玩魔术 真的吗 我只看见过刘谦演魔术 我没看见过多多演魔术 要不我们现场 给大家表演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掌声鼓励一下 请我们摄像师 给个最最最最的特写 这可能会掉下来 哇 一个小时 这样啊 刚才四岁的宝贝多多啊 给我们开开心心地表演了魔术 但是呢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孩子 也许不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成年人都知道 我们都是在希望能够给予 我们的下一代最好的教育方式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下面有段VCR听听看 我们多多的其他的家里人 和亲戚朋友 他们对小多多的受教育方式 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心都凉了 多多七个月不到 就来到了人间 过早的出生 导致她先天性器官发育不全 同时还伴随多种并发症 医院多次下达并未通知 每次回忆及此 何烈胜都唏嘘不已 决望把我做父亲的这种喜悦 一下子从得一干矮而进 刚出生的多多 生患六种重病 这给中年得子的何烈胜心理 带来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医生认为我的孩子可能痴呆 也可能是老胎 但是我对这个判决我不服气 所以说我下定决心 我要用自己的行为挽回孩子的这种命运 就吃个虾 何能怪我跟人讲过多少次 不要去给他剥虾子 快吃多了快吃 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动手 要么你就别吃 自己不能剥吗 永远不能说不会 那把这个粽子拿过来 看好这是二十五到八字 你要再吃不完 我就把这个收掉了 吃个饭还要百个钟在这边 给小孩这种压力真的是 都没看过人家家家 还有一分钟时间了 一分半钟两两分钟 压力了都吃了 吃饭吃了这么多要求 吃饭吃了这么多要求 你还这么多饭 哎呀你不要老是这样了 走时间到了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没见到像他这么极端的 我这个父母怎么能 这个样子呢对小孩 你认为你那种方式 对小孩是最好的 而我认为 恰恰我的这种方式 是真的在晚见小孩 太可怜了 爸爸对他太严厉 我觉得两三岁的孩子 就应该好好的玩 你以为小孩 天天吃得碎碎的吃 他就幸福了 我们借鉴他这种教育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更好的融入社会 小孩虽然是一张百姿 但不能用你的青年 我自己想法来强加于小孩虽然 我觉得他这个孩子吧 生活自理能力 这方面都是很强的 我觉得他这种教育方式非常好 让他做极限的训练 我觉得不是爱他 反而是对他进行一种伤害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亲戚朋友 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如同我们今天三位嘉宾一样 观点各异 今天现场呢 我们请来了很多的观众 当然年龄呢 主要是我们的年轻人 或许你们在接受 新生事物方面呢很厉害 也或许你们有很多 你们自己的思想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 这个环节是有话大家说 我非常反对你这种 英式的教育方式 因为像狼爸 鹰爸 还有虎妈 这些狼 虎 鹰 这些这些称呼 都是对动物的称呼 而动物有什么呢 动物有的就是 比较狠心 绝情 还有就是没有人性 现在多多 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方式 或者他能承受下来 说明那个多多的爸爸 他这个英才施教是正确的 那我觉得教育方式不同嘛 但相同的却是爱 所以英爸 我请你 谢谢 好 谢谢 我刚刚看了那个VCR 我觉得可能你对多多 那个安排的那一些课程 是训练他的身心 因为他一生下来 就患有各种各样的病嘛 但是我觉得这样太极端了 他这个年龄的阶段孩子 我觉得他最主要是玩 以玩为主 让他多和自己的同龄人接触 让他有自己 属于自己一个快乐的童年 好 谢谢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你们支持鹰爸教育方式的 请举牌 不支持的 不举牌 我录测了一下老何 这个支持你的观点 支持你的教育方法的人不多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摆到我们现场 就是鹰爸在培养自己儿子的同时 其实跟自己的太太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我也不希望何先生在把儿子培养成功的同时 自己的太太跟自己离心离德的同时 这个家庭也破碎了 你知道破碎家庭对孩子成功 更是雪上加霜 你现在对这事怎么看 尤其是我们来到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大的困惑 该不该 因为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 和自己的先生有分歧 而选择带着孩子离开这位可怕的父亲 我们希望在大声台上说出来 多多教育好 我曾经想过 要带多多离开 多多教育好 财富不足 谢谢大家 先生您怎么看 今天我也感到很震撼 因为我觉得 外人从来也没想到 他为了孩子的教育 能够走到这样的一种地步 因为今天我听到 他的这种心理呼声 一方面很震撼 另外一方面 就是也很感动 前者是我下面 真的要坐下来 好好的反思 真的要坐下来 好好坐的是 牵着你太太的手 牢牢地抓住 不要送了 赶紧 多动 多动 好 现在爸爸妈妈 他们牵着手在那等你 你打算怎么做 走 慢慢走过去 不是慢慢地走过去 快快地跑过去 跑过去之间 我们做一件事 让我亲你一口 走 祝福你们一家人 如果我们现在 准备做父亲 做母亲的 或者已经做父亲 或者母亲的 我们真的应该做的 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去怎么去关注孩子 而是怎么去关注 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 能让我们夫妻之间 达成一致 最后我们再去进行 给孩子进行一个教育也好 进行一个人生榜样也好 这是我们做父母 最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的父母 全部跟各种动物挂钩 所以我的观点是 让什么狼爸 鹰爸 虎妈 全都见鬼去吧 因为你们要记住 你们首先是 人的爸 人的妈 何爸爸呢 在商场上的成功 掩盖住了 他作为父亲的邻居 但是显然 他已经看不到这一点 何妈妈 你任重道远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 下面的这位 青素人 接下来即将呈现 儿子三世有余 母亲为何不放手 您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母亲 迷途之法 蛊惑在破茧玉虫出 父母整天不关心他 他多么的可怜呢 大声说出来 精彩精心 我叫陈明 今年33岁 在家待业已经有很多年了 陈明每天待在房间里 除了看书 就是看电视 很多时候 都不停地玩游戏机 我非常想出去闯一闯 但是我的母亲 把我关在家里 非要让我学习她的手艺 陈明的母亲 就是有名的面人大师 明三娘 明三娘的面素 曾经获得过 重庆优秀民间艺术家 称号 并应邀代表重庆 到多个国家 进行了民间艺术的交流 在八南区 李家驼的工作室里 都放着明三娘 不少的得奖作品 愿不愿意 我就要把一个手艺传给她 我愿意跟她说道理嘛 觉得已经搞了20多年了 丢了很可学的 搞艺术都要耐得住清贫 耐得住寂寞 要靠这个发财是不可能的 我每天都在哭活当中度过 每天都在想 到底该不该学习这种手艺 一个33岁的年纪的男人 他应不应该 继承母亲的手艺 按照母亲的想法 走她想走的路 这样的困惑摆在她的面前 同样我相信也摆在我们的观众面前 那这样 我们用掌声 有请今天的倾诉人 欢迎 陈铭33岁 来自重庆 八南 欢迎 请给大家掌握 大家好 我叫陈铭 今年33岁 来 我们站近一点 兄弟 33岁 年纪也不小 32历所谓 儿历之年也已过三年 那过去的30年 都主要做些什么事呢 在家待了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是我的母亲 她非要我坚持学她的手艺 我感觉她的手艺 对我来说学来没有任何意义 那你有什么手艺呢 我平时喜欢写些歌呀 喜欢唱些歌呀 喜欢搞一些乐器 或者小品这些 陈铭的母亲 明三娘 有这么好的一门手艺 而且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非常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面人 而且捏的是唯妙唯孝 可是就这么一个好的手艺 儿子却不愿意学 而儿子想坚持着 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母亲又不接受 那这样我们也把明三娘 陈铭的母亲 请到我们舞台之上 欢迎 那手艺你觉得哪儿不好 手艺我觉得 可是可以 但是 不能挣钱 她就是不愿意说啊 没办法 我不愿意 你跟她说过没有 我说过的 我跟她讲一下就学不了 就是就是那个 我还不愿意教 但是要用它作为一种职业的话 我认为不行 看自己怎么发展的 把这个艺术 用到其他地方也可能体现出来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蛋糕上玩 蛋糕上做这是卡通人物 我们就要把这个工艺美术 的传统文化把它用上去 增加了美感 增加了观赏感 又可以吃又可以看 有这个机会你就要学啊 为什么不学啊 我为了你20多年了 我想起来我都很痛苦的 她就是把我关在家里 她就不让我出去 不让你出去干嘛 我想出去床上 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33岁的孩子 你现在也不叫孩子了 对啊 33岁的大人了 你还想把它 呵护在自己的怀里 想按照你的想法 规划她的人生 没办法 她不认识我也没办法了 我心里有些失望 对 失望 其实 其实我跟她之间 就是缺乏一种沟通 平常你跟儿子之间的交流 不同 我出去 我原来搞艺术的时候 早上很早 五点钟都起床 出去跑该挣生活费嘛 要讲养家福口嘛 回到家里面 就是八九点钟了 那儿子 在你忙着做事业的时候 在搞艺术的时候 儿子在干什么呢 儿子他上学嘛 上下学也没有人接送或者是 没有 他爸爸上班 我有八九点钟回家 那你忙完了 跟儿子多一些沟通交流 就像他想要的那样 像朋友之间的交流 没有 他也不跟我们说 我们也不跟他说 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就是妈妈是面素艺术家 然后妈妈又怪儿子 没有继承这门手艺 但是我却在儿子的 上台以后的表情当中 看到了儿子的表情 却继承了妈妈的手艺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知道没有 儿子的表情 我一直用四个字来评价 叫迷速木雕 就是儿子一直是没有表情的 你是不是觉得妈妈一直在灌输你 一直在要求你 一直在命令你 而没有平等地把你 你希望妈妈像朋友一样对待你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父亲母亲 都像一家人 应该大家很愉快地交流 我们的陈明 为什么不愿意继承妈妈 面素的手艺 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更进一步地了解 那个如果让你小孩去参加那个学习 念面人的话你愿意吗 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是 面人那个我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 不愿意 为什么 现在都是学习的 你东西是 穿过条幅 学有艺术的东西是 没什么前途 赚不大钱 应该都学习 长生健庭之类的 那个我觉得反正没意思吧 明三娘的这个面素手艺 不可谓不精湛 但是放在今天 一个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 可以享受到更多样 更多元的艺术形式的今天 我们的民间艺术 一定要和现在的很多东西 有一个做那个蛋糕的 他们用那个糖 糖来做那个艺术 我觉得他也准备给我 把我手艺和他相结合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蛋糕上体现 他能不能和我们今天的蛋糕 蛋糕艺术相结合呢 我们请上一位蛋糕师 还做了一大声说出来的蛋糕 他可吃可以吃吗 可以吃可以吃 现在这个糖业这个蛋糕 跟那个面素十分相似 十分像是做的人物这些 都可以都可以做出来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好的 他可以一直保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他对面素和蛋糕的销路 在换取经济效益方面 有没有一个市场前景 有啊 你确定 确定 这么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点子不错 我们先谢谢蛋糕师傅 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们展示 这么精美的蛋糕艺术 但是好像明阿姨 她还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听说还是陈明 不太愿意这么做 是吧 不想 确定不想 确定 您知道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学吗 可能不仅仅是他说的 他对这个手艺不感兴趣 觉得他落伍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儿子没有说出口 我帮着儿子分析一下 在他有记忆开始 您一直在外面忙 没时间陪他 您在忙什么呢 您在忙您的这个泥塑事业 那么实际上 如果儿子继承这个事业 就给儿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心理阴影 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让儿子不快乐 让你们母子疏远的重要原因 是您在忙这个泥塑艺术 这个艺术导致了儿子跟您的疏远 儿子其实心里恨这门艺术 他认为这门艺术 让母子得绝 所以他肯定不愿意干这个工作 是不是 儿子有没有这个心理 有一点 我小时候我妈和我爸 因为他忙他们的工作 因为没怎么关心我 最后把我送进了公渡学校 在公渡学校里 我感觉我越学越坏了 你是犯了什么错 进到公渡学校呢 还是父母亲 因为小时候我妈没有管我 我就出去 因为那时候小嘛 不懂事 跟外面的那些 比我大一点的孩子 到处去打一些架呀 什么反正这些 我认为这些事情不叫坏 只能说是那时候我才 调皮 调皮 但是送到公渡学校以后 我认为我才是真正的学坏了 我想问陈明一个问题 对 就是当时爸爸妈妈也好 学校也好 把你送进那个公渡学校 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对 抛弃了我 因为当时我第一天 我在公渡学校的床上 哭了一晚上 当时枕头 一个11岁的娃娃 打湿了 在里面几年呢 两年 两年 对 这两年对你的人生改变很大 很大 我出来我就因为里面都是跟我 要么比我大多的孩子 15岁的 要么他们都是学坏的 都坏 里面100就是什么 当时那个年代嘛 100就是什么打架呀 出去要当大哥呀 都像蛊惑仔一样 我看你 出去就是这种想法 我因为我近距离看着你啊 所以我看到你脸上有很多伤痕 对 当时出去 我有一次我妈 当时我跟人家当时砍架 我被 砍架 对 差点死掉了 对 拿什么砍啊 砍刀 抢救啊 这是犯法啊 对 当时小 多大 才14岁 我想 就是说要坏就坏到底 当时就是大荣幸 所以你就怎样了 最后有吸上了毒 吸上毒啊 清教荡层啊 把我们电视机啊 床啊 什么都卖了 阿姨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为不为你当初那个决定后悔 我后悔 我后悔被子 你会被子 我后悔 我恨那些来哄骗你老师 你会 后头我 后头我碰到那个老师 我打他呀 我说你把我们小孩 动物园到那儿去 他跟我们说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怎么怎么好 你可以被蒙骗一时 可是他在里边待了两年 他 我们没过去看到他就不跟我们说呀 作为家长 哪怕他不告诉你们 你们难道是一点蛛丝马迹 都不能发现吗 这个绝对不可能成为 你们处到我这个角度 我们去看的时候 那些学生的都是规规矩矩的 他也不跟我们说 我觉得您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我听到您现在的表白 包括您儿子现在的表现 我不得不说 您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母亲 我承认我失败 没办法 不是 这个社会诱惑太大了 我跟你说 管不了他 我觉得是这样 阿姨 你到现在没有承认你的失败在哪 你永远推在学校的身上 我失败就是听到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动言我去的 你说错了 你的失败不是上哪受骗 而是因为当孩子在送到工东学校之前 这个孩子一切的变化 你没有丝毫的察觉 你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不配呀 没办法呀 我上班晚上回了八点钟 要是我有钱我就给他 阿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他这个小孩的国旗都去捡费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阿姨你听我说完 你又没有明白 一个十岁的小孩 在进工东学校之前 为什么要跟社会上一些坏孩子在一起 因为他得不到父母的关注 你知道这个孩子多可怜吗 一个十岁的孩子 父母整天不在家 他不跟外面的孩子在一起 他跟谁在一起呀 你知道吗 哪有没办法 我要上班了 十岁的孩子还有什么错呀 我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 我们都是从十岁过来的 父母整天不关心他 他多么的可怜呢 我爱可怜呢 我现在恨他 毁了我的青春 毁了我的艺术 现在我都没心思搞艺术了 小鹏你说句实在话 他作为母亲 对儿女的忽略 他是不是有责任 我要是站在他的那个角度的话 我会比他更难受 因为其实你们很难理解 一个做母亲的那种心 你们试想过 当你们去十岁怀 再生出一个孩子 难道你不爱孩子吗 你肯定是爱这个孩子的 但是因为家里边要生存 要吃饭 最简单一点 要生活下去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起早餐 还得靠自己的瘦弱肩膀 来挑起这个家的重担 你没出到我这个角度 你理解不到 我现在在理解你 你没觉得吗 他都能理解 所以我真的想理解你 但是您知道 当我要理解你的时候 您全是给我 很强的这种打击 我想你的孩子 或者您的丈夫 或者您的朋友 肯定无数次地想 给你这种理解 但是你都深深地 在拒绝他们 因为你觉得没有人 真的能理解你 来 所以我觉得 孩子身上一个最强的 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陈明比我小很多岁 但是也是一个 三十又三的大人了 我们在为这个事 在争执 甚至有争吵 我相信这样的争吵生 在你33年的人生过去 有很多很多 但是你有没有从来 表达过自己心生的机会 如果曾经没有 今天能不能说一说 我想对我和家人 和谐地相处 因为说实话 因为他是我的父母 我33岁了 说实话 也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三十而立 应该懂得很多道理了 所以说我以前学坏了 就是说我这几年 我妈要是真的 就是说把我关在家里 不让我出去 我要真的想出去的话 我出去不了吗 为什么我不出去 其实我不想和以前的 所谓的圈子 我想跟他隔离 因为我想换一个生活方式 让家人 让我的社会 我的世界重新开始 朋友啊 这样我刚才情绪有点失控 我能理解你的事 对 但我这样 我想现在比较客观地 我分析一下 就是儿子的一些心理 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常说一句话 叫做虎父无犬子 其实这话是不对的 或者不完全对 因为当有时候 父母的成就很大 像明三娘这样的时候 作为儿女 她会有巨大的压力 她会觉得 父母像一座高山 我永远无法超越 在这种情况下 儿子或者女儿 她会无所适从 她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偏激的举动 她们俩的故事呢 让我想起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对明星父子 张国立和张墨 大家知道 在张国立最繁忙的时候 她没有时间顾及她的儿子 张墨干什么呢 跟我们的陈明一样 疯狂逃学 打架都欧 也吸毒成瘾 张墨有一阵很恨她的父亲 不跟她的父亲交流 张国立就很愧疚 有一次在媒体上 张国立就哭了 她说我这辈子 我虽然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但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她一直帮着儿子 从这种沉沦中解脱出来 最近有一部电影 我们看到这对父子携手成功 出演了冯小刚的《1942》 而且我欣喜地看到 张墨的表现 比父亲还要出色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说什么呢 就是儿子女儿出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父母本身 是不是也应该不是指责她 而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帮着儿女走出沉沦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 妈妈今天能不能 就是放下对儿子的一切指责 今天拉着儿子的手 跟儿子说一句 儿子 对不起 妈妈当年工作很忙 忽略了你 能不能说这样一句话 可以 妈妈对不起你啊 对不起我希望你有个机会改正了 妈妈寄托你很大的希望 希望你有这个机会 把我这个手艺学下去啊 妈妈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 作为儿子的陈铭 到底该不该继承母亲的手艺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 有话大家说 陈铭大哥 我是支持你的 我希望你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而对母亲 你既然她在她小的时候 你没有管过她 你已经错过一回了 你现在你何必呢 你现在又再让她去继承 这些东西有用吗 她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做自己感兴趣 爱好的事情 我们是应该支持的 只要你不过于偏激 不钻牛角尖 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 我们不能因为你犯过一次错 然后就把你为自己人生 所做的其他的决定都否决掉 我们现在不是说吗 我的青春我做主 那么你的青春 你的人生 就应该由你自己来把握 大哥 就是我 我是不太支持你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通过对你 通过了解你的成长经历 我觉得就是你 你可能对你的演绎的兴趣 是一时兴起 就是因为发现就是 平时就是即使你有时间 那么多年 有一些机会 你也没有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去追求一下自己的音乐梦 表演梦等等 可能有些观众呢 他们觉得 你现在所喜欢的音乐 甚至是小品 只是皮毛 还不足以为上 更谈不上这种职业 甚至更高的追求 但是我觉得看到进步 比现在取得成绩更重要 所以我想现在给这么一个空间 我想让陈铭把自己 创作的一段小品 要不要在这给大家做一下展示 就说一小段 上面的节目刚刚啥咯 下面我又来接到说 虽然我不是个主演 但好前面我也是个配角 虽然我长得丑 但是我敢吼我 虽然我长得怪 我还是希望大家来把我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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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叭都咋叭 天上飞的时候我吃块 地上摆得干下块 水头摆得八大碗 为了今天来相会 说个老实话 我一个多星期都没有睡 希望大家给点掌声 谢谢 我想听听看 支持陈铭走自己路的 请举手 一 二 三 基本上我很欣喜地看到 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很支持你 也有人讲你的音乐是皮毛 对 没关系 哪一个人的音乐 不是从皮毛开始的呢 对 对吧 所以我想今天 在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大声说出来的舞台之上 把你的心声 用你的歌声表达出来 好不好 对 来 我们掌声 欢送陈铭 上杯为了谁 又为谁憔悴 为谁眼角挂满心酸泪 我自己说 绝不要颓废 因为妈妈正在盼而归 我要勇敢地面对 绝不会在绝望中轮回 绝不会在绝望中轮回 那就坚弹 绝不会在绝望中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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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承我母亲 有很多错误 虽然未来你还要很长路要走 但是我会爱你并且支持你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祝福陈铭和他的父母 这个原本应该幸福的家庭 破茧成蝶 重新启航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重庆卫视